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CPA税法基础班第六章的学习 这一章呢我们要面对的是资源税法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一共三个税种 而且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小税种 当我们开始小税种学习的时候 有利有弊 就是我们考生的心态 在学习小税种这一章的时候 有利的一方就是 这些税种难度都不大 它的计税规则都不复杂 而B就在于 由于呢我们小税种往往呢 三到四个小税种集中层一章 你就会觉得呢在学习过程中 一会儿出现了一个税种 有这个税种的计税规则 很快你又发现了另一个税种 另一种计税规则 多学一会儿呢容易搞乱 也就是容易有眼花缭乱的感觉 因此呢小税种章的学习 是我们备考CPA之路上 所面临的难关之一 这就是我一开始 给我们考生讲前言的时候 说我们复习备考过程中呢 有几大难关 其中呢小税种是一个难关 说它难关 不在于它多么的复杂 而在于呢比较的杂乱 因此呢当我们进入小税种章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考生呢 要稳下心神 踏实备考 依然强调就是要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我们学过一个税种 就赶快去做相应的训练和练习 巩固我们对这个税种的理解和记忆 好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第六章考情分析 本章呢是由以往教材中的 第七和第八章中的部分税种整合而成的 它收录了资源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 这三个税种的政策法规 这三个税种的征税对象 都与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占用相关 所以我们教材呢 在今年进行了章节调整 把这三个都和资源土地矿产有关系的税种 给它合并为一章 就体现出我们今年CPA税法教材的专业性和体系性 在最近三年的考试中 本章的分值在六分左右 其中资源税法的分值一般是二分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分值一般是一到二分 钢地占用税的分值一般呢也是一到二分 这三个税种中 资源税呢考点是比较清晰的 比较容易出单选题多选题 也可能会出现计算问答题 尤其是资源税特别容易和增值税混合 它也可以和企业所得税混在一起命题 城镇土地使用税呢 比较容易命质税收优惠与税额计算相结合的题目 在这提示我们只要是小税种的学习 在税收优惠这个方面都要引起考生充分的重视 另外呢 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与房产税密切联系 而且呢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税种 它也可以和房产税放在一起来命质计算题 同时呢容易和企业所得税混合命质综合题 耕地债用税呢 它的征税范围和税收优惠 是以往考试中频频命题之处 尤其是耕地债用税的税收优惠 每年必考 2017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在本章主要集中在了资源税上 首先是调整了以往的章节结构 把以往年度第八章和第七章的税种打散 重新把资源矿产土地这一类税给它归结成一章 再有就是增加了2016年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及具体政策的内容 还增加了资源税改革试点的一些情况 修改细化了资源税的税务和税率 修改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的内容 以往年度资源税税额计算的有一些重点内容 到了今年在我们教材中被删除掉了 而补充进来了一些新的内容 第六是修改了资源税的优惠政策 小税种的税收优惠都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 第七是增加细化资源税纳税环节的规定 最后才是增减调整了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所以我们发现本章在今年的教材中 大量的变化都体现在资源税上 城镇土地使用税只是税收优惠政策 有了一些调整 接下来我们开始本章难点重点的经讲 首先我们先学习第一节资源税法 资源税是对在我国领域及管辖海域 对管辖海域比如说有我们的专属经济区等等 从事应税矿产品开采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 课征的一种税属于对自然资源占用课税的范畴 在这里我们大家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一个图示 这个图呢我们在增值税那一章见到过 首先这个很大的蓝的面积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里面呢包含了很多的方面 有货物啊劳务啊服务啊不动产无形资产 其中像货物里边有消费品有矿产品 另外呢房地产涉及到不动产 另外还有一些服务啊劳务项目 那么其中还涉及到像房租等等 那我们看整个增值税这个大的征税范围里 矿产资源 它不仅仅需要缴纳增值税 其中很多都会涉及到资源税征税范围 所以在这我们发现资源税和增值税 实际上也是一个重叠克征的格局 增值税大的范畴之内 有一部分矿产资源 它实际上是需要缴纳资源税的 2010年的6月开始呢 我们国家分步骤就开始了资源税的改革 因为在2010年6月之前我们国家资源税呢 它采用的是从量定额的征收方式 依据一定的量采用定额税率来计算资源税 2010年6月开始我们的资源税改革 主要呢体现在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改革 就由过去的从量定额改为呢 从价定律来征收资源税 2016年的7月1日起呢 我们国家就全面推进了资源税的改革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销售量 过去10年6月之前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它就是销售量 但是呢我们改革之后销售量 它不是最主要的计税依据了 最主要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额 但是我们并没有对所有的资源税都从价计征 对于经营分散 多为现金交易而且难以管控的年土砂石 依然是按照便利征管的原则 实行从量定额计征 所以呢改革以后不是都从价 而是呢有一些项目还保留着从量定额计征的方法 同时呢在河北省还开始呢征收水资源税的试点工作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资源税这一节里的第一组知识点 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 从事应税矿产品开采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人 资源税纳税人呢 它的规定啊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包括了各类性质的单位和个人 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 从事了应税 强调资源税征税范围里的应税矿产品的开采和生产盐 那在这里给大家几点解释 以便让我们加深对资源税纳税义务人的理解 能否成为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人 要受开采地点和开采品目的限制 开采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及管辖海域 开采品目必须是应税 应该交资源税的 那么在这首先交纳资源税的资源开采地点 是境内开采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 这会带来资源税进口不征出口不退的规则 进口资源不是在我们这领域或管辖海域开采的 所以不征收资源税 我们境内开采的资源 或者是我国领域管辖海域内开采的资源 我们出口 由于它是我国领域管辖海域那开采的 它该交资源税 所以出口不退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出口退税 只涉及到增值税和消费税 不涉及到资源税 同时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不仅仅是资源税具备的特点 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所具备的特征 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接着第二 资源产品有应税与非应税的区别 应税就属于应该缴纳资源税这个范围 非应税它没有列入应交资源税范围里 第三 资源税有扣缴义务人的规定 收购未税资源矿产品的单位和个体户 它要承担扣缴资源税的义务 这个我们后续要给大家强调 接下来给大家几点提示 第一点 资源税纳税人的范围广泛 由于资源产品属于有形动产 就是一开始我给大家画了蓝色的面积 你看增值税增税范围里边有部分涉及到了应税资源 那么资源税纳税人与增值税纳税人带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性 第二点提示呢 资源税是有扣缴义务人的 这里的扣缴义务人呢 指的是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 这个收购未税矿产品指的就是去收购 没有交过资源税的矿产品收购的时候 它要给对方相应的款项 但是从中要扣下来应交的资源税换一个方向交给税务机关 那这种收购未税矿产品应该扣缴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可以是独立矿山 也可以是联合企业 或者可以是其他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 独立矿山就是它自身就有矿 它采矿选矿 然后它也收购了没有交过资源税的矿产品 它可以成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联合企业呢指的就是它有矿 它还有冶炼加工 这属于联合企业 它也会收购一些没有交过资源税的矿产品 它也可以成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而其他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 就是除了独立矿山联合企业之外的一些其他单位 其中包括个体户 不包括其他个人 就是不包括自然人 但是个体户可以成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和消费税不一样 消费税呢 它是代收代缴消费税 代收代缴消费税呢 它只能是单位代收代缴 不能够有个体户和其他个人去代收代缴消费税 而资源税呢 代扣代缴义务人里面包含有个体户 接下来我们看05年在这里考过的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资源税纳税人的 有哪些选项A 开采源媒的国有企业 源媒属于资源税的应税矿产品范围 我们后面呢也要讲得到 那么在这里呢 应该属于资源税的纳税人 进口铁矿石的私营企业 资源税进口不争出口不退 这是一个经典考点 这种情形下坚决不能选 选项C 开采石灰石的个体经营者 石灰石呢也属于应税矿产品的范围 那么也要选选项B 开采天然原油的外商投资企业 原油天然气也都属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应该选择A C D 接下来再看一个多选例题 下列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 能够成为资源税扣脚义务人的 有哪些 选项A 收购未税矿石的独立矿山 这个要选 选项B 收购未税矿石的个体经营者 这个也要选 选项C 收购未税矿石的联合企业 这个也要选 选项D 收购未税矿石的野链厂 ABCD都要选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资源税的税务和税率 资源税税务这里呢 我打了三个星 因为呢 咱们以往考试 经常会考到 哪些项目属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哪些不属于 那么 关于资源税的税务 涉及到了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属于我们这一章里面 高频考点 容易出现的地方 资源税的税务 包括了原油 天然气 煤炭 金属矿 其他非金属矿 五大类 在这五大类税务下面呢 又设了若干的子木 在这呢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大税务呢 是原油 大家一定注意 我刚才在说原油的时候 那个重音 原 具体规定呢 是天然原油 是需要缴纳资源税的 而人造石油 不缴纳资源税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 这个税务包含了天然原油 不包括人造石油 人造石油 是用油母液链 链出来的 那么 它不属于原油 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接下来天然气 包括专门开采 或者与原油同时开采的天然气 专门开采 它就是开采天然气的 与原油同时开采的 我们都知道有油气天 采油过程中 也有天然气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 有疑惑的地方 也是好多考生 学到这里 画问号的地方 就是我们以往年度经常考的 如果是 煤层抽出来的天然气 该怎么办 因为咱们在这里说了 专门开采 原油同时开采的天然气 肯定属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而我们资源税改革以后 对煤层气也规定了相应的税率 看上去 它也属于征税范围里 但是 煤层气的抽采 到底要不要交资源税呢 后续呢 我会给大家一个解释 接下来煤炭 包括原煤和 以未税原煤 也就是以没有交过资源税的原煤 加工的洗选煤 不包括 以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和其他煤炭制品 看到这里 我们大家呢 就要进行 感悟和归纳了 等于啊 这原煤交资源税 未税原煤加工 洗选煤 也就是他没有交过资源税的原煤 加工洗选煤 要交资源税 那已经交过资源税的原煤 加工洗选煤 就不用重复再交资源税了 资源税 它的纳税环节 也相对单一 那在这里呢 以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不在资源税征税范围里 因为它交过税了 那你就不用 再次在洗选煤这儿 再交税了 它在原煤是交过税 洗选煤这儿 你就别再交税了 另外其他煤炭制品 指的就是什么蜂窝煤啊 萤火炭 那它本身呢 已经不是原煤那个原始形态 它的原始形态的时候 交过资源税 后续呢 用什么煤粉啊等等等等 加工出来了 一些其他煤炭制品 就不用再交资源税了 所以资源税 实际上纳税环节 也相对单一 接下来呢 资源税的税务 还包含了金属矿 具体的项目像 铁矿 金矿 铜矿 铝土矿 千辛矿等等 那么有列举名目的 也包括了一些 未列举名称的 其他金属矿产品的 原矿 或者是金矿 因为金属矿 到底是让原矿征税 还让金矿征税 我们资源税全面改革之后呢 它有一些 比较细腻的规定 接下来呢 就是其他非金属矿 为什么在这里说 其他非金属矿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 原油天然气煤炭 也属于非金属矿 除了原油天然气煤炭之外的 其他的非金属矿 在这里呢 有石墨呀等等 列了很多 都是其他非金属矿 同时 我们说到的盐 像锦矿盐 胡盐 还有卤水晒制的盐 也属于其他非金属矿 同时 煤层气 属于其他非金属矿 这是我们资源税改革以后 所明确的 当然海盐 也是其他非金属矿 稀土 也是 以及 为列举名称的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那么我们后面呢 要谈到 有一些具体的项目 我们在把握 征税范围和计算的时候 是有特殊规则的 在这儿 我们先知道一下 大致的分类 下面呢 要给大家几点特别提示 2016年资源税改革之后呢 资源税的税务范围 进行了非常明显的调整 征税对象呢 已经拓展到 包括原矿 金矿 或者原矿加工品 金定 绿化纳初级产品 因为咱们过去资源税 征税对象 总是强调 对原矿征税 现在呢 它拓展到 金矿和原矿加工品了 另外 它还出现了 加工以后的金定 绿化纳初级产品 对地面抽彩的 煤层气 我们过去常说的 煤矿里 那煤层气 那个煤层瓦斯 实际上 它是带有天然气成分的 过去呢 咱们强调 它根本就不缴纳资源税 但是现在在资源税改革通知中呢 把它列入了 其他非金属矿 而且呢 还规定了税率 但是呢 我也查了一下 国家售总局网站 那个法规资料库 显示呢 2017 16号文件 是全文有效的 2017 16号文件 说的是什么呢 是地面抽彩煤层气 暂不征收资源税 它有这个规定 既然有效 就说明这个政策继续有效 因为我们平时呢 要看一个政策 是不是过时了 往往要去 国家售总局那法规库里面去看 它哪条过时了 哪个文件过时了 它都会给你标注出来 但是这个文件呢 我看的时候 它标注的是全文有效 那说明这个政策 目前还是执行的 紧接着 就是对地面抽彩煤层气 暂不征收资源税 对煤层气抽彩企业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抽彩煤层气 在增值税呢 实行的是先征后退的政策 先征后退的税款 要求企业呢 专项用于煤层气的技术 研究和扩大再生产 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 先征 征的环节 适用的税率是13%的税率 也就是适用于天然气的 那个低税率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多选例题 企业生产或开采的下列资源产品中 应当征收资源税的有哪些 选项A 居民用煤炭制品 居民用煤炭制品 我们在学增值税的时候学过 像蜂窝煤 煤球 引火炭 它本身呢不属于原煤 也不属于洗选煤 是以后再加工的 这一部分呢 它缴纳增值税 但是呢 它不必缴纳资源税 因为它之前在原煤那个形态的时候 它交过资源税了 所以在这儿 我们不选选项A 选项B 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天然气 它毕竟是和采油同时开采的天然气 需要缴纳资源税 而人造石油 不需要缴纳资源税 另外就是填充开采 置换出来的煤炭 需要缴纳资源税 这个填充开采 置换出来的煤炭 我们在后续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中呢 它确实是有减征的规定 但是它是需要缴纳资源税的 所以这道题 我们应该选择B和D 接下来再看一个多选题 这是2009年原制度考过的真题 下列各项中 应当征收资源税的 有哪些 选项A 进口的天然气 资源税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 选项A不能选 选项B 专门开采的天然气要选 选项C 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我们今年教材呢 前边把它列入了 煤层气 煤层气 用这种表述 把它放在了 其他非金属矿 放在这里面了 同时税收优惠中呢 又有煤层气抽彩 占不缴纳资源税的规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要选选项C了 选项D 与原油同时开采的天然气 这个应该征收资源税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B和D 接下来是关于资源税的税率 资源税全面改革之后呢 它就采用了从价定律 或从量定额的办法激增 其中呢 以这个从价定律激增为主 实施急差调节的原则 运用资源税 对资源存储状况开采条件 以及呢资源的优劣地理位置等客观 存在的差异 产生的资源的急差收入 通过实施差别税率 或者差别税额的方式呢 来进行调节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 我们各个税种几乎都有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规定 就是如果纳税人开采的 这个资源涉及到不同税务的 一定要分别核算不同税务应税产品的销售额 或者销售数量 因为你不同税务可能会对应不同的税率 凡是没有分别核算 或者不能准确提供不同税务应税产品销售额 或者销售数量的 从高 适用税率 这个政策呢 我们在增值税和消费税那里都曾经看到过 同时在这里给大家提示 2016年7月1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之后 资源税呢 它主要采用的是比例税率从价激增的方式 实行从量定额激增的税务呢 越来越少了 目前来说 一个是对经营分散 多为现金交易 而且难以管控的粘土和沙石 在采用定额税率征税 按照便利征管原则 仍然实行的每吨或者每立方米0.1元到5元的 从量定额来激增资源税的方法 再有就是对于没有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包括原矿或者金矿啊等等 按照从价激增为主 从量激增为辅的原则 其中有部分矿产品呢 依然实施的是每吨或者每立方米 不超过30元的从量税 所以这段就是提示大家 我们全面引改增之后 资源税从价定率征收为主了 也就是使用比例税率从价激增为主了 从量定额激增的是比较少的 给你直接列举出来的就是粘土和沙石 另外还有部分没有列举品目的部分项目 是从量定额激增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2016年资源税改革后 我国资源税采用定额税率 从量定额征收的项目有哪些 给你了 井矿岩 高领土 粘土沙石 你就选他直接给你列出来的粘土沙石 接下来呢 提示我们考生一个特殊规定 就是虽然属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但是没有列举名称的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 是按照从价激增为主 从量激增为辅的原则 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税募和适用税率 在报财政部和国家售总局备案 那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开采出来的这个资源 你一看它属于金属非金属矿的这个范围 但是你在税务税率表上没有找到它特别具体的名称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 就是由省一级的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确定 我到底按什么样的税务税率来对它征收 同时要报财政部和国家售总局去备案 不是批准 咱们现在都是备案制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煤炭资源税 煤炭资源税呢 它早在2016年这一次全面改革之前 它就已经改为从价计税了 规定的煤炭资源税的税率幅度是2%到10% 具体来说呢 就是如果是非跨省煤田 也就是这个煤田啊 它就在一个省里和别的省没关系 没有跨省 它具体适用的税率就比较好办了 因为没有跨省 就有省级财税部门 在2%到10%这个幅度内 根据本地区清理收费基金 企业承受能力 煤炭资源条件等等因素呢 来提出建议 报省级人民政府去拟定 省级人民政府呢 就把拟定的适用税率在公布前报财政部和国家售总局 这是审批 在这是审批不是备案 因为在这里呢给了一个幅度 这个幅度里面怎么用 省级人民政府在公布前报财政部国家售总局去审批 接着是跨省煤田 这个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这个煤田跨了不同的省 影响到不同省的利益了 那这个税率要由谁来定呢 各省就没资格定了 而是要由财政部国家售总局来确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单选例题 以下关于跨省煤田的资源税适用税率 表述正确的是哪一个 跨省的你看是从高使用税率呢 还是两省财税部门协商确定呢 还是两省人民政府协商拟定呢 还是由财政部国家售总局来确定呢 我们要选择选项D 接下来呢是关于资源税扣缴义务人的规定 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或中外合作 开采油气田作业者是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那具体来说扣缴义务人在扣缴资源税的时候 适用的税率和计税依据是什么呢 凡是独立矿山联合企业 他们自身都有矿 因为我前面说了独立矿山他自己有矿 可以采矿选矿 联合企业他有矿 他还有野链加工 这些单位他们都有矿 适用税率是本单位应税产品的税额税率标准 而其他收购单位他自己没有矿的 是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产品的税额税率标准 计税依据要按照他收购的数量 但是如果是从价计争的要按照他收购数量计算出来的计税金额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关于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全面资源税改革之后呢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量 当然从价定律为主了 那么从价定律征收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就是应税产品的销售额 而从量定额为辅 那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就是销售量 我们首先呢先看一下从价定律征收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是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包括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 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但是呢它不包括增值税的销向税和运杂费 增值税销向税呢 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 它确实是不应该包含在销售额里 而运杂费用指的又是什么呢 在这我们看 从价定律征收资源税的销售额 不包括与销售额分别核算的运杂费用 这里的运杂费用是指应税产品从坑口 或者是席选加工地运到车站码头或者购买方指定地点的这段运输费用 建设基金以及随着运销所产生的装卸仓储港杂等费用 按照资源税有关政策规定 运杂费用应该和销售额分别核算 要分别核算 凡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凭据 或者不能够与销售额分别核算的 那就要一并征收资源税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资源税的销售额中不包含的运杂费用 指的是分别核算的运杂费用 不要包含在资源税的销售额中 第二点提示呢 就是资源税销售额里谈的价外费用 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 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 违约金制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 代收款项代电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 储备费优质质 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但是不包括下列项目 我们先看啊上面包括和前面增值税 那价外费用所表述的那些方面是一样的 咱们消费税里面表述的也是价外费用 有这些东西 那不包括的 第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电运输费用 这个代电运输费用必须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个条件 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 第二那是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这指的是什么 那是人是销售资源的这一方 承运部门是运输单位了 购买方是购买资源的一方 也就是我们把资源卖给了购买方 找承运部门帮着运输 承运部门那发票就开给购买方 不是开给我的 我呢把相应的发票转交给了购买方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 我从购买方的收取的代电运费就不用列入价外费用 所以在这里符合条件的体现出来 那运费发票我是原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那原票没在我这里 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 第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一由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这就是批准的级别比较高 我们看到的国务院财政部批准的 或者呢涉及到这个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和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 第二收取的开具省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 我前面和大家反复强调 经营性票据是税务机关监制的 而财政票据是非经营票据 在这强调是省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 第三所收款项全额上交财政 那么这样收取的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 就不计入资源税的计水依据 因为它就不属于经营性的收入 接下来的提示就是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 也就是以外币来结算的一定要折成人民币来计算纳税 那么具体的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当天或者当月一日的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 纳税人呢要在事先就确定你采用哪种折合率计算方法 是当天的还是当月一日的 一旦确定了一年之内不能变更 你不能说这个月我用当天的下个月我又用当月一日的 一年内不能变更 第四个提示 纳税人开采应税产品 如果是由他的关联单位对外销售的 按照关联单位的销售额征收资源税 如果纳税人既有对外销售的应税产品 又有将应税产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以外的 其他方面的 那他自用的这一部分应税产品 也要按照纳税人对外销售应税产品的平均价格 计算销售额来征收资源税 所以呢提示四例实际上涉及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由自己的关联单位对外销售的 那销售额怎么算 要找关联单位的销售额 如果他有对外销售 对外销售肯定按销售额计算资源税 同时他还有一些呢 是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以外的其他方面的 那在这里呢要视同销售 连续生产用于应税产品以外 其他方面我们在消费税那一部分 是见到过类似这样的表述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视同销售是要找对外销售应税产品的平均价格 所以资源税视同销售用平均价 他不用最高价也不用最低价 接下来第五个提示 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应税产品直接出口的 按照他的离岸价格计算销售额征收资源税 所以在这呢 我们把刚才资源税说过的这些销售额的规则 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我们复习巩固一下 资源税计税依据它的包含因素和不包含因素 一般销售的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卷布价款 和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给大家列了一下 不包括呢 一个是单独核算收取的运杂费 不包括 符合条件的代电运费的收回 不包括 因为代电运费是我付出 然后我再收回来 不能算作我的销售额利 符合条件的原票转交的 第三 代收的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件性收费 也得是符合条件的 这是我们说的包括和不包括 如果是尤其关联单位对外销售的 要按照其关联单位的销售额 征收资源税 如果开采因素产品直接出口 按离岸价不含增值税的这个离岸价 计算销售额征收资源税 计税依据不包括离岸以后的运杂费用 接下来呢 就是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给大家直接列了一个表 各种因素产品 如果采用的是从量定额方式来计算资源税的 凡是直接对外销售的 以实际销售数量 为课税数量 注意不是开采量生产量 作为课税数量 而是销售量 同时这个销售量强调实际销售数量 各类应税产品 凡是自产自用的 这个自产自用 包括自产的应税资源 用于非生产项目 或者生产非应税产品 我们要视同销售 那么要以视同销售的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 如果纳税人不能准确提供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 或者移送数量的 在这种情况下 才以应税产品的产量 或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例 换算成的数量为课税数量 下面是2010年考过的一个单选题 纳税人开采应税矿产品销售的 其资源税的征税数量是什么 是开采量 还是实际产量 还是计划产量 还是销售数量 我们一定要找它的销售数量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学习小睡种 犹如我们大家面临的一片小小山丘 走过几座小山丘 风光无限 我们继续向前 谢谢大家